8加128全面屏的带指纹的带面容的智能手机 而且全新的 那这种东西只有在我们神奇的购物平台某多多可以买到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介绍 318块钱 8加128G水滴屏全网通4G人脸识别加上指纹 还是个游戏手机 你看这个造型啊 我主要是因为这个造型啊 它后面居然有5颗摄像头 哇 就300块钱能买到一个5颗摄像头的这样的手机 一个字直 对吧 然后看这个6.26寸的一个水滴屏 像素不是很高 1300万 然后多盒的一个锤器 其他咱们就不重要了 有这么多东西给咱 咱们就很高兴了 收到了 318块钱 首先啊这个品牌有点像OPPO POO还是PCZY不管它了 直接开 这个盒子还不错 是一个牛皮盒嘛 你看皮质的感觉 我选择的呢是一个天空之镜的颜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时尚 Fashion 下面就是见证手机的时候了 首先我看到一个配件包 使用说明 有点脏啊 手机套一个 哇 这个背后的相机模组 这么大 原装正品 居然还送了一个耳机 还有一个充电器 这也有啊 还有一个数据线 这些东西呢 丢一遍 一点都不值钱啊 这个颜色没毛病啊 感觉这个摄像头是给我们一个错觉 1234 只有4颗摄像头啊 带一个这个应该是指纹在这儿啊 这颗是闪光灯 那这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这居然是双卡双带 加TF卡 厚厚厉害了 啥都有啊 啥都给我们整齐了 然后这个水滴屏 虽然啊 这个边非常的宽 肯定有小伙伴说可以挺横木啊 但是不至于 不至于啊 还是凑个用的 下巴呢也非常大 那现在咱们就来开机试试看吧 一 二 三 走你 哦 自动了 品牌logo一出 这个屏幕啊 看着非常不舒服 颗粒感非常强 而且这个颜色的显示效果也不怎么样 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 哇 开机了 哎 哇 这个动画突然间就停止了 双卡双带 果然是双卡双带啊 哎 这一些软件呢 也没有给我加载很多乱七八糟的软件 这还是挺好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设置 哦 有指纹啊 我们先把指纹给设置上 简单密码 一 二 三 四 添加指纹 咱们录上这个指纹 可以啊 有点不灵灵啊 OK 录录成功了 完成 咱们给它上锁 看一下 解锁的速度 一 二 三 错了 错了 手机在扔动 哦 解锁上了 三次就可以成功一次 这是不是还算不错呢 有就行了 要查自行车 三百块钱对吧 然后 往下看 咱们来看一下关于手机 这个手机呢 是一个 M40 Pro 这个好像有点 冲撞某个华为 对吧 啊 这这么一些 4加32的 版本 哎 我这 不愧是你多多 买到的永远跟写的不一样了 然后安卓版本呢 是一个9的系统 这就 不知道 咱们这个处理器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可能需要下载一个 iBA64才可以啊 那么咱们现在就对这个手机 做一个基础的测试 咱们先去看一下视频 这里啊 直接先 连上网络 连上网络之后呢 咱们看到 这一点啊 和iPhone很像啊 只有两个信号 看 我的iPhone也是两个信号 这里自带了一个优酷视频 我们点进去看一眼 苗仔是苗仔 图片出不来 哎 好样的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魔鬼生产啊 这个可能小伙伴们 比较想看这个生产 点开以后呢 它需要加载一下 这这这这有点卡啊 这是网络的问题嘛 我们现在走到路由器边上 哎 还真可以啊 喂 我现在稍微啊 走到这个阳光底下 这 就可以当一个镜子 照自己的脸了 我把亮度调高一点 还可以啊 可以看到这个是很顺畅的 它带一点点卡针 好 三分球 哎 感觉这个手机的分辨率还可以啊 最起码有个高清1080的分辨率吧 刚才呢有一点点小卡 但是过了火就好了 嘿嘿 这个我觉得没有汉车啊 对吧 没有汉车 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的程序 咱们浏览一下网页 哎 咱们搜索一下自己账号 好也是非常流畅对吧 点进去 看一下我们发的一个 动态 哎 没有问题啊 虽然 有时候会滑不动 但是啊 能看 嘿 那看看视频能看吗 倒哔哔哔哔哔 慢是慢了点啊 本质提醒我们需要下载 普通下载 OK咱们B站一打开 开始玩命加载 我发现啊 它这个图片呢 加载的特别慢 肯定是因为内存太小的原因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的世界啊 哈哈哈 她说的是学生手机 我觉得学生的反应能力是非常快的 你说老年机我可以接受对吧 这也太慢了吧 可以啊 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是可以正常的播放 那这一点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回去 再看一个 一波小新溢出来了 也是可以播放对吧 那B站没有问题 然后再刷下抖音 抖音啊其实是一个 对手机要求比较高的 声音太响了 这个声音啊除了响 没有任何音质可言 始终允许 这应该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图片吧 你看看抖音就有点卡了 它加载完之后呢 也是可以顺利播放的 你看可以对吧 先要断上这么两秒钟 现在已经超过10秒吧 这个抖音刷得不太爽 但是勉强可以操作操作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这个抖音只能得5.5分 不及格啊 不行不行 那么它这个配置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IDA64 直接看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28纳米的一个CPU 是一个 这应该肯定是一个MT开头的 在哪里 在哪里 CPU在哪里 CPU在哪里 在这里 果然6750 这个CPU啊 在淘宝上的回收价格是55块 55块钱 那它竞价也估计是五六十块钱 六七十块钱嘛 六七十块钱 这样一算的话 它的成本六七十块钱 再加上这个屏幕啊 电池啊 五颗摄像头 四颗摄像头啊 那它也没这么多钱 对吧 这是挺良心的 这是一个阿核心的 这么一个CPU啊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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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看一下这个电池容量 2000多毫安 稍微有点小 OK 那么说到摄像头 咱们就来看一下 它这个四颗摄像头 到底成片效果怎么样 点开 相机 啊 有点差啊 这肯定没有1300万 我的手 拍的苍白 就 射 射准根本没有射准可言 然后切换一下 诶 诶 没有镜头可以切换啊 没有镜头可以切换啊 切换前置 前置还有美颜的效果 我们来试试看啊 这几颗摄像头啊 我发现啊 仔细观察 这个摄像头 这颗是真的 平的 然后这个突出的 突出的突出的 这几个都假的 盖掉 没反应 盖掉 没反应 盖掉 还是没反应 只有这颗 是真的 果然又上当了 那么没有关系啊 咱们来给他做一个终极测试 就是打这个王者 诶 学生手机对吧 我们学生 对王者的追求 是非常的强烈的 哇 居然可以进去 OK 他这边呢 已经推荐咱使用这个流畅 节能 那就按他推荐的来吧 5位5 打人机吧 为什么要打人机呢 咱们秉承着 不坑队友的 这么一个方针 去对待游戏 好 匹配成功了 感觉这个触摸啊 特别不灵 按起啦 我想打压设 那就干吧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他呢 不是很卡 虽然这个画质 在我这个距离 看的话都是马赛克 他能看到这个肌肉 这个马赛克吗 很挑文 对吧 特别明显 但是卡 居然不卡 哇 这个配置 4加64 然后是一个2018年的CPU 居然不卡 就我们网络最慢 你看 网络卖也就断了 咋该 给我搞退出了呢 好 重新进入了 刚刚以为可以打 没想到 被秒退了 重新进入了之后呢 又卡在30%了 哎 5分钟过去了 还卡在这个画面 还卡着呢 还卡着呢 这就说明 他真的打不了 已经画质最低 最流畅 这么一个情况了 还是打不了啊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画质 分辨率啊 来看一眼 分辨率 居然是一个 480x1014的 这么一个TFT的屏幕 这个屏幕 真的特别难受 刷新率 连60帧都没有啊 怪不得 我的天啊 OK 就是这么一台机制啊 318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给学生用呢 学生肯定不满意 对吧 给老人家用 倒是还可以 偶尔能够看看电视 这已经很不错了 老人家本来操作的手机 没那么顺畅 对吧 OK 那这就是视频内容了 我呢 又买了一台 另外买了一台 也是300-400块钱 那个样子啊 长得跟苹果一样 这个长得跟华为一样 不知道 那一台 会不会比这台 更加厉害 那么 下期见吧 拜拜